5月31日,陈妍希在社交平台晒出庆祝39岁生日的照片,并配文,幸福的一天,感恩所有遇见。 照片中,陈妍希披着一头长发,身穿粉色上衣出镜,笑容甜美,看起来心情不错。 淡妆出镜的陈妍希美丽动人,皮肤细嫩红润,胶原蛋白满满,皮肤像是会发光一样。 整个状态看起来少女感十足,真的完全不像是39岁的样子呀,太美,太显嫩了。 画面中的陈妍希身穿粉色的露肩上衣,搭配纯白色的牛仔短裤,一头乌黑柔顺的长发披肩。 这身造型也显得特别的清纯可人,简直美得如同梦中的情人,确实让人舍不得已开眼了。 陈妍希的脸上也画着十分精致的妆容,虽然已经是个孩子的妈妈了,但是看上去也依旧是少女感满满。 她的脸上也露出了甜甜的笑容,特别的迷人。 她时而手捧着蛋糕,时而又抱着花束,但是一颦一笑也都遮挡不住她的美。 她的身材也依旧十分的窈窕,凹凸有致的,而且那双白皙纤细的大长腿也让人十分的羡慕了。 陈妍希的手中也拿着一个大大的横幅,相信这一是粉丝为她精心准备的了。 上面也写着花花世界迷人眼,陈家小姐最亮眼,前途后翘,人美心善,大长腿。 相信这一是不少粉丝心目中的形象了,确实相当的形象。 她也在跟人的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一组九宫格的美照,一下子贡献了这么多的自拍照,也让不少粉丝表示十分的幸福。 陈妍希时而嘟嘴卖萌,时而又露出了灿烂甜美的笑容,一如既往的可爱。 陈妍希收到各种各样的蛋糕和鲜花,多到都能够把她包围起来了。 看来人缘是真的很好呢。 话说这么一看,感觉状态跟拍那些年的时候差不多呀。 而且现在变得更加的精致,更好看了呢。 这妥妥的就是逆生长的节奏呀。 这个手捧咖啡的画面虽然没有露出眼睛, 但是饱满的苹果肌,以及已发光的皮肤,足以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。 甚至能够让人羡慕不已,简直就是完美诠释了帽子上面的美少女字眼。 而在这一天,陈妍希不仅得到了好姐妹杨成林、潘伟博等人的祝福。 陈妍希和杨成林的闺蜜情也很让人感动。 在杨成林曾经的演唱会上,陈妍希也经常悄悄地去现场支持好友。 陈妍希老公陈晓,也在较早前转发了陈妍希的生日动态, 为老婆亲生,并配文写道,老婆生日快乐,愿健康平安,新的一岁一切顺利,顺心,干杯喝起来。 虽然没有配上和老婆的合影照秀恩爱,但是这短短的两句话就已经够甜蜜了。 随后陈妍希也恢复陈晓,老公默默搭,新的一年我们都顺顺利利,夫妻俩互动恩爱甜蜜。 陈妍希和陈晓2016年结婚,同年12月生下儿子小星星,组成幸福的三口之家。 如今小星星也已经五岁了,不知夫妇俩俩有没有二胎打算呢? 也是时候给小星星贴个妹妹或者是弟弟了。 毕竟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,陈晓和陈妍希就有了牢靠的感情联系。 小星星长得也很可爱,继承了父母优秀的基因。 尤其陈晓被称为电视剧男神,儿子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了长成帅哥的趋势。 婚后因为爆出了陈妍希与前任的一些留言,陈晓与陈妍希互动也相比较,婚前少了不少。 虽然一直被外界质疑,陈晓眼里没有光了,但是陈妍希也是大方回应称, 她是奥特曼吗?眼睛还会发光的呀? 自己的感情用不着理会别人。 只能说陈晓变得更加的稳重成熟了,爱意用不着时刻秀给观众看吧。 但是私底下被拍到一家三口同框,画面还是很有爱的, 特别是陈晓抱娃的姿势特别娴熟,那小心翼翼的样子可谓是父爱满满了。 现在算算,陈晓和陈妍希的婚姻已经步入了第六个年头了。 虽然结婚多年,也许会有七年之痒的危机,但是婚后无论是陈晓还是陈妍希都鲜少有绯闻传出, 就算是合作拍戏和其他演员也保持着不错的距离感。 也许这就是婚姻保鲜的秘诀吧,毕竟是自己追来的老婆,陈晓自然会好好地珍惜。 值得一提的就是两个人的定情之作《神雕侠侣》,就是陈晓向余政推荐的陈妍希。 尽管陈妍希的小龙女被吐槽包子脸,虽然陈妍希之前上浪劫水花不大, 不过最近陈晓也忙着拍新剧,看来婚后夫妻俩事业心不减,期待他们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陈妍希在《弯弯》出名得很早,但是让她真正在港台和内地大火的则是2012年的电影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。 这部电影几乎成了青春童童电影的开端,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人在少年时期青涩的回忆。 陈妍希清纯肃静的长相更是符合大众初恋的样子。 其实单看陈妍希的长相,把五官和脸型拆开都不是很出众, 但是放在一起就会有另外一种美丽,既清纯又可爱,不笑的时候眼眸中还透露着淡淡的清冷。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,她才会被余政看中出演2014版的新版的《神雕侠律》。 也是因为这部剧,她才和自己的一生的挚爱陈晓相遇。 虽然在拍剧到剧播的这段时间,虽然她一直被诟病不适合小龙女的扮演, 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拿下了最佳女主角的光环。 值得一提的就是,她和陈晓也是多个《神雕侠侣》版本中唯一的从剧中走向现实的夫妻, 是真正在一起的杨过和小龙女。 拍剧时面对各种质疑,陈晓也当众维护陈延熙。 采访过后没多久,两个人就官宣在一起了。 当时的陈晓是古偶小生中最拔尖的一位, 为了给陈延熙安全感,她直接在最活的时候求婚。 没过多久,两个人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,一时之间羡杀旁人。 而两个人的感情在2018年前后似乎出现了变故, 因为两个人在出席红毯或者是参加节目时, 陈晓总是不苟言笑,一旁的陈延熙一直在打圆场。 在我看来,这些都是表面现象, 因为如果真的是感情不合,肯定早就分开了。 对于网络上的流言蜚语,夫妻二人也是极力打破。 2021年,陈延熙参加了《浪姐2》。 舞台上的她光芒四射,虽然没有了曾经的青涩模样, 但是却让人看到了她成熟的一面。 既可清纯,也可魅惑, 甚至还有网友说终于知道陈晓为什么喜欢她了, 因为陈延熙真的很耀眼。 最近的陈延熙出现在新综艺《她像风一样的女子》中, 非常地期待她精彩的表现。 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陈延熙的婚姻呢? 她的婚姻始终是大家坦论的焦点。 就在陈延熙的生日当天, 还有人调侃陈晓怎么没有发祝福。 我认为婚姻的好与坏并不是表面上的, 也许人家已经在家庆祝祝生日了, 所以无论做任何事情, 我们都不应该只去看表面的冰山一角。 同时祝福陈延熙和陈晓这对夫妇, 越来越幸福。 看到如今的陈延熙也依旧如此的迷人, 也期待着未来的她, 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。 同时也能和陈晓早日传来更多的好消息, 相信到时候也一定会赢得大家广泛的祝福的。 最后也再次的祝福陈延熙生日快乐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赞订阅转发。